既然由罗云星 白露主演的奇幻仙侠君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从刚开播的口碑两极分化 带网友之一印度风 窝逢大杂烩 再到带火了旅游业 又被之一聚集抄袭 现在又上升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了 这部剧可谓是一波三折 命运多舛 常业几名 刚开播就遭到网友吐槽 男主罗云星太瘦了 称不起魔神 这个角色看着都是人 而且罗云星饰演的谭台劲 妆容太厚了 不止罗云星 其他以为妆容也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女主白露 陈杜琳一脸苦相十分疲惫 甚至有要把白露照片 批成照例 剧作后期细节处理也不到位 剧中还出现 输血管电线戴口罩工作人员 前阵子还有网友指出 宣传片和剧中的灯笼是仿日式 建筑上面还出现 前鸟破封装是被质疑窝蜂 但是产为精明的热度 也带火了旅游业 蹦蹦日营收入到达100万 日军接待人数突破12万 但是最近又网友举报 常遇尽名 南三叶清宇作为将军 通敌叛国 还带着一家老小 投奔景皇 谭台劲 震碎三观 传播不良价值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悖误人子弟 另外最为争议的是 叶家祖母作为圣国长谷主 居然也叛国 出卖自己祖国 十分可耻的行为 这部剧属于奇幻仙侠剧 还是穿越剧 这种架空的设定 本来就与历史没有关联 毕竟是纯属虚构的剧情 另外此剧 圣王不得民心 惨暴不仁 是圣王先主动挑起战士 侵略景国 圣国本来就国力空虚 民不聊生 此等劳民伤财这局 就连他的儿子都反对 简王还要一意孤行 而且简王生性多疑 对身边的人都不信任 之前的将领不是被赐死 就是告老幻乡 唯独生下叶家 简王也实时警惕 叶晴宇作为将军 重逢陷阵 但是简王粮草都不舍得给 只许进不许退 还威胁他战败就满门超战 作为将军的叶晴宇 当然也是十分清醒的 做好了衡量 毕竟要打起仗来 士兵也要受苦的 而且胜算渺小 他此举也是被迫无奈 而且即使投靠了警国 他也经常为自己 之前的行为愧疚 谭台阵作为警王 更加深得敏心 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百姓安君乐业 执人善任行刑获达 但是如果网友举报成功 这部剧可能就要面临下架了 很多网友也表示 没有必要如此上纲上线 毕竟只是一部剧 不是现实生活 而且势必会影响 今后先下去的审核播放 以后电视剧的限制 也会越来越多 能播的电视剧将减少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 能给仙下剧一点宽容 毕竟好看是真好看呀 如今仙下剧场阅记迷 已经播出了20多集了 我们的讨论点 也从网友系好手 变为谭台经好帅 无数人真相打脸 小编前两天刚吐槽完 线下也已经加入了真相队伍 这部剧目前数据全方未爆 日播放量突破8000万 市场份额占23% 摇摇领先后边几名 拉开很大剧力 目前男女主演分别涨粉 二三十万 就在前两天 央视文娱也出来认证 长玉几名是近三年来 闲暇剧第一 此热度峰值仅次于去年 开年大热的人世间 其数据现在一路狂飙 剧集仅得起讨论 主演演技仅得起退胶 一众主演颜值在线 男帅女美 剧组并没有走传统仙下文路线 而是将佛家的因果循环 潜入故事核心 波热浮生副文 串联起后续一切 能见现象剧拍出新内容 肯定离不开主创的永行创作 据悉此剧投资4.5亿 主要经费花在服装特效上 毕竟有匪都8亿投资了 结果出来的效果一般般 这剧看来是把资金都花在了刀刃上 现在长玉几名只要更新 闭上热搜 还被央视点名 不是辟辟而是夸 自自助金 只说观众心看 正如央视网所说 这部剧整体造型 核心风格 薄于浓郁古典的灯煌神话 走灯煌风光彩夺目 在长玉几名的副本 《波热浮生》中 网友对剧里展现的 十二真神颇有兴趣 他们皆身披华服 衣绝飘飘 色彩各异 身后的真身法 更涉及的装颜素目 不同于其他线下剧 要知道这几年 桑造风在古装圈横行依旧 即便是大制作 服装 造型也大同小异 观众调侃 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 而长玉几名 在制作之初 总造型时 黄薇就受到 罗玉熙粉丝启发 不如去敦煌 找找灵感 于是乎 剧组争取了敦煌 他们参观了敦煌壁画 从中汲取养分 为主演们 乃至群演 打造了 比局一格的造型 像战神 敏烈的神服 服装材质都是最轻薄的学法 同时混入了银丝织 使肌更加飘逸轻盈 在色系上 主选为紧白色调 辅制红色点缀 同时采用灯黄壁画中 大量使用的战蓝 枯蓝丹色 银珠密合等等 再来看设计 运用了史库佛像中 出现的紧薄 避穿 配置于红蓝配色 款腰带 装颜至于 不是仙气 还有藏于袖子下 若隐若现的 金色鳞片护袖 又展现了银业的真龙身份 还有天欢的圣女造型 仿敦黄飞天 选择紧白色调 搭配紫色点缀 高贵典雅 又或是战神银业 和桑九的大欢名场面 就是按照壁画 帝氏天飞尽量还原的 凤转神女 流光异彩 毫不惊艳 特效每一帧 都是少钱的节奏 在十二神的表现上 有劳有佑 各有不同 原型是道家数数中 六大人的十二神将 原著小说里一笔带过 剧版进行了扩张 既传扬了传统文化 又霸高了整部剧的利益 战神 手持金锦 目光有神 不可逼世 金神 面部及头诗 精灵覆盖 月神 银花配绕 周身透明发光 月花光节 周神 圆明记责 全身赤黄 衣服上印有 象征时间的伪样 与神 无方变化者 赤若丹火 赤斩私意 无方不可适 当别的影视剧上神 还在为情爱纠缠时 长预级秘密里的 十二真神 团结合作 献出法相 相襟陨落 神归天地 这才是全剧 最高光之处 正所谓 启运无音 与子同袍 仙侠文终于跳出来 一个人拯救天下的 仙侠设定 众神必佑 天下苍生 真带中世神话 故事的核心之一 其次 我好对罗云西的 胖手纠结石 他的古装仪态 也被高频次搜索 在央视文娱发布的长播文中 他也将罗云西以太五个字 放在大数据中心 事实上 他早期过世的形象 可以理解 符合谭太静 质子的身份 瘦弱健骨 唯一可惜的是 化妆师前期用力过猛 眼影口红 表前似的 往罗云西脸上画 左心后来好了点 作为从小受尽欺负的 魔胎谭太静 他从小备受欺负 他从小备受欺负 道呼风唤雨 这简直就是小说里 才能出现的逆袭文 所以他有些疯狂 只归VR杀人时 积累多年的冤恨 得以宣泄 站在树前 谭太静神经 竟是癫狂的 似是干了坏事的孩子 天真有邪恶 而富少了于雪中 长生日里 整个人落寞的让人心疼 再加上 罗云西老师 受得太离谱 还在圣国谎宫时 谭太静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以为 只要学会了六皇子 小李的待人节舞 便可被人喜欢 每天都在模仿对方 偏偏模胎出身 注定了他的命运 越努力讨好 越被人欺负 至于战神敏夜 完全不同谭太静 战如松更坚毅 手持荆棘 一出场完美 远地后空翻 空中来了个三圈旋转 不看特效 只看花絮 以能卖落云西 惊艳道 结业首饰 威严庄严 配合他的悲悯神色 真乃南菩萨在线 看得出来 从出圈的小米整整 进入双里的润育 再到上关头 再到如今的谭太静 罗云西的眼睛 一路稳步提升 横温 古装以太 从头发丝到脚底板 都努力贴近 人物很用心 是很有想法的男演员 没有因为是虚幻体散 而怠慢每一个角色 当然 除了库盖铺天地的影响外 此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还是因为事变的闲暇剧 统治化严重 想必《长夜记民》结束后 会有一批 敦煌风古装剧面试 影视却擅长跟风 但卷起来为常不好 目前此剧已经走出国门 会在日本新加坡 美国泰国上线 更多的国外观众 先看到几致的 东方敦煌美学 不过这部剧也不是完美的 隔壁桥段不够流畅 有些妆容显得俗艳 可对于国产剧的进步要激励 在不落于俗套这一点上 《长夜记民》值得一吹 不过来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